對嗎?聲音是否足夠達哥的聲音? 之前有些人說過那天說我變聲了 說我變聲人了 說我變了張達明 明明我留意達 有些人說 聲音現在又變回達哥了 在等我PS 終於不是達明的聲音 沒錯了 一個星期之後又變回一條好漢了 沒錯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那天說過 打算說得很地地 先交代整件事 怎知道說到失驚無神 突然被人平止了 當時達哥只在說澄清利益申報 達哥只在做足球旁述 希望大家有自己看波之餘 有機會聽聽另類的旁述 很可惜被JG reband了 這樣達哥看到這個情況 當然心有不甘 馬上打電話 電郵什麼都在做仗 走去問這個 打長途電話等到凌晨一兩點 打去美國那邊 凌晨三四點 第一次打去沒有人聽 三四點再打去 那個鬼婆終於聽了 那怎樣一開始說 那個鬼婆問 什麼事啊 我就跟她說 我那個JG reband了 什麼解救 然後問我帳戶 第一次說沒有 你的帳戶好地地 他就馬上說 underground TV 然後查一查 然後他又發明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喂 他說你播了 stream了 尼瓦普 content 大哥 那天了 波都還沒開 我被人 BAM 哪有stream過這個尼瓦普的內容呢 只是呢 但是八個 追多手 放了那個 Google 隨便都找到這條圖片 他跟我說反權 他就說 我就放了這個 謝魯四 謝魯四一個抽空器 窩里的謝魯器那套圖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鬼陰眼 鬼佬那邊 以為這個就是 TEC多其中一幕 然後就馬上用這個理由 BAM了我 接著我跟他說 喂 大哥你先查一查 我說 我說 你查一查當日那條片 大哥 我跟他說 是不是 我說 但是紀錄良好 從來沒試過播什麼鹹片 非法 非法片段 是不是 接著他就說 他不理我 接著他就說 你最多都是發個email 他說我幫你不賭 我查不到 那個鬼陰跟我說 他說你發email 接著我正想 我就回答他說 我發過email 你們不回答 接著他就 他就和我強調一次 What you can only do 就是 傳多次email過去 這樣 接著我就說 Wait a moment 接著你猜 那鬼陰怎麼回答我 那鬼陰說什麼 那鬼陰說 說都不說 答都不答 直接咳嗽 陰功 之後 我試過 換電話 打過去 差不多 接著他都一聽到我的聲 就馬上收線了 大哥好像 恐怖熱線 以為我打 是吧 你鬼來電 一聽到我的聲 立刻 不聽 後來變本加禮 下了電話 瘋了 打傷他 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電話錄音的 陰功 這樣 這個台 大家都知道 就那台 既在住 充滿了很多 快樂的回憶 包括我們和《迷你論壇》 一個生死戰 打過幾場 達哥 都自彈自唱會 歌等等回憶 被這個鬼婆 那年的鬼婆 惡戶的鬼婆 一下子就凍結了 帳戶 聽人說一個月之後 會解封 我希望 暫時我也不知道 但不要緊 我們在這個新台上 繼續創造一些新的回憶 去救迎新 和各位兄弟 是沒有所謂的 長吃長有 笑話 長說長有 達哥說低能的東西 有一手 放心 不斷有課 不需要擔心 有什麼禮物 是不是足足夠 不是的 貴過經貴過 什麼什麼陰毛 這些真的 大家 以後在這個台上 小心點 很多 線眼的 達哥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樣 平時說得多這些 什麼法輪功 有什麼鬼 有很多 線眼在 所以達哥 給一個 莫非有罪名 這樣就斷了 唱一首歌 旺一旺場 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唱完會歌 下一日 我唱會歌 不是問題的 大哥 我是害怕 那些人以為我侵犯了 劉爾達的版權 陰公 自己侵犯自己版權 自彈自唱 有人馬上投訴 JTV說 千古奇聞 留意達 侵犯自己版權 是吧 沒錯 但是 沒有這個驚喜 這個特別節目 如果大家覺得不好 這個 一定想不到的配合 這個節目 大家都猜不到 不笑 不驚喜 我什麼都可以的 你們隨便可以許下那些 絕不首帳 達哥 紀錄良好 有人 匆匆細思 什麼咖哩雞 到現在 還沒找到 大把人 啊